謝尹瑄 四泊本地上 能夠拿到這個獎 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會 F**k 第五十七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謝謝 謝尹瑄 四泊本地上 在四樓的天堂 表現出內斂深刻的心理師 承受許多病患的能量 面對其他最熟悉的演員 都展現出不同層次的演出 尤其與母親潘莉莉的對戲令人驚艷 好棒喔 欸 曾保姨 我的朋友 我得獎了 呃 謝謝評審 我知道真的超級不容易的 一定是 我大概知道票數差的不多 可是 呃 能夠拿到這個獎 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會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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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今晚京中最高場 好 hã 好啦 剛剛發生淑女的事情啦 陳欣怡 對不起 陳欣怡 對不起 好啦 劇本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劇本的話 不可能 不可能可以衝突出一個 四歲的角色 我要感謝我的對手 其實不管是淑女或者是四樓天堂 都是因為這兩位女性導演 還有陳常倫導演 可以看到我不一樣的特質 我從來沒有想過人生就是這麼奇妙 然後今天很特別的事情 是媽媽來到了現場 她帶著全家大小來到了現場 團隊們謝謝你們 如果不是因為你們在背後 能夠讓我依靠著 所有的燈光攝影 所有的衣服 所有的服裝道具 我一直到現在才知道 一步一步的知道 你們對一個演員來講 有多麼的重要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 把你們所有的名詞說出來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謝謝傳哥 謝謝佳瑩 謝謝大大哥 我要謝謝的人很多 還有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前輩 我也在現場 謝謝她 總之 也謝謝現場的朋友 還有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希望你們能夠更加的支持台劇 謝謝大家 謝謝